我愛台灣 我愛台灣 哈囉 各位LN大明星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懿 最近工作近況還不錯 然後有什麼活動 我現在有自己的網路頻道 叫異想天開 Vito的 對 然後他就會去挑戰 各式各樣不同的工作啊 或是職業啊 或是一些像上次去挑戰鋼管 我超級難的 對 所以拜託我都練成這樣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就只能說 這是一趟非常艱辛的旅程 大家看到的照片都只是表面而已 因為南美洲的交通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像是我們有去懸崖飯店 也就是要攀 攀大概120公尺高的一個地方 而且是在3700公尺上的高山 再攀上120公尺高的地方 然後在懸崖峭壁上的一個飯店 然後那個飯店不能洗澡 所以我們是沒有洗澡 然後你就要馬上再去攀岩 你還必須要依舊一趟 就是要享受它 因為這就是很難忘的體驗 我覺得你真的看到了很多 在台灣 你真的覺得台灣太方便了 我愛台灣 都可以 我覺得我自己其實 看起來好像很活潑 可是其實私底下 對陌生人還是 就不熟的人 其實我不太會講太多話 就是還是跟熟的人 會比較熱絡一點點 就是以前錄節目呢 會比較美自信和害羞 因為以前我有生過一場的病 然後就是那時候臉就是其實蠻爛的 然後所以你可能在面對鏡頭 可是還是得要工作 你在面對鏡頭啊 或是作秀的時候 就會很不好意思去面對大家這樣子 後來轉到演藝圈之後 一開始也會很不好意思去面對鏡頭 因為你就會覺得 看不到自己長什麼樣子 很害怕 有一種恐懼 但我覺得 就是你不做任何事情的話 你也是錄影節目 你做事情的話 你也是錄影節目 倒不如你就好好的 把這個東西去做完 然後你也不要管自己就是 到底醜不醜啊 或是你到底 到底怎麼樣 就是盡力這樣好 盡力就是盡力 你每一次錄影的時候 你就是要很盡力錄影這樣子 你覺得我們公司的劉以豪 像我這次就是要主持她的一些記者會 然後劉以豪 因為我跟她算是公司同期的朋友 所以其實在面對錄影的時候 兩個人會比較鬆 然後有時候會過於鬆 大家可能會看到 比如說她比較不一樣那一面這樣 就是她會展現出她很可愛的那一面 主持自己好朋友的活動或記者會 真的會比較還蠻開心的 拍攝之前做什麼 拍攝之前我覺得肚子好餓喔 我一進攝影棚 我就開始在想要玩要吃什麼 你真的幹嘛 因為你真的覺得 哇 我覺得你真的是太文大了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這麼支持我啦 謝謝 就是希望 未來可以讓你們看到 一直在成長的 第一 謝謝 好害羞喔 謝謝 謝謝